真幸運 你獲得了前往火星的機會 不過 你只能帶一件東西 如果你帶的是手機 那這支手機有辦法長時間運作嗎 還是說在抵達時 手機就會故障了 回答以下的問題 來看看你是不是真的需要在起飛前買一台新手機吧 你的手機會自動打開或關閉嗎 開機時間是不是也變得越來越長了 這很可能表示電池出了問題 某些型號的電池可以輕鬆更換 而其他型號則無法更換 即使不用手機 手機也會過熱嗎 首先 請試著拆下並換上能使更多空氣流通的手機殼 如果這樣做沒有效果的話 那表示內部零件很可能出現嚴重的問題 你應該將手機帶去維修 以免在使用上造成危害 螢幕上出現垂直線條 線條 白斑 閃爍 和其他螢幕異常 都是硬體出現問題的徵兆 如果線條完全遮住視線 請嘗試關閉手機 然後馬上重新開啟 不過 這只能算是臨時的解決辦法 你是不是每次啟動APP都要等半天呢 如果觸碰速度變得非常慢 而手機也對滑動沒有反應 表示處理器的速度已經不足以應付更新過的系統 一些手機製造商表示 為了延長電池的使用壽命 它們會降低手機處理器的速度 如果換電池後也沒有用的話 那問題可能比你想的還要嚴重 電源鈕是不是沒有反應 如果你的手機因為硬體故障 而導致手機自動開關機 可能會讓你感到相當頭痛 如果想在電源鈕沒有反應時重新開機的話 請嘗試將手機接上電腦 接上充電器也可以 手機應該會在一兩分鐘內重新開機 電池不到半天就用光了 手機的電量都是來自於化學反應 電池內部的離子和電子會來回移動 電池完整使用的週期越多 充電量就會變得更少 如果你在寒冷或炎熱的環境中使用手機 那電池的老化速度也會變得更快 App是不是一直閃退 這有時候是App的問題 但如果其他人的手機都能正常運作的話 那問題可能就出在你的手機上了 App已經針對較新的手機和系統進行最佳化 你的記憶體可能太少 以至於無法使App正常運作 電池有沒有膨脹 電池膨脹和嘶嘶聲 是內部化學物質出現狀況的警訊 這種嚴重的物理變化 甚至可能會導致電池著火 或是讓手機當機 趕快拿去給專業人士處理吧 拍照的時間變得非常久嗎? 除非使用夜間模式拍攝低亮度的照片 不然拍照片的時間不應該這麼長 不再對分享圖片和影片感到興奮嗎? 即使是最棒的照片編輯App 也無法修復看起來像是從舊沙門後方拍攝的模糊 低畫質的照片 如果你的手機比較舊 那還算可以理解 但如果是比較新的手機 則可能是有鏡頭瑕疵 不過你也沒辦法只換鏡頭不換手機 你是不是需要用到特殊技巧才有辦法接上耳機 你不應該花上5分鐘的時間 只為了找出能讓耳機發出聲音的最佳位置 雖然你可以購買無線耳機 隨時將手機放在浴室的桌上 水珠可能會在不知不覺中跑進你的手機 你已經刪除了很多東西 但依然沒有足夠的儲存空間 隨著App和系統變得越來越先進 並提供很多很酷的功能 它們的容量也跟著越來越大 因此即使你已經將所有的照片和影片移動到雲端另疊 並只保留三個你最喜歡的App 你的舊手機還是可能會出現儲存空間已滿的訊息 你的朋友是不是一直問 你剛剛說什麼? 故障的麥克風或喇叭也是一種警訊 雖然你可能會改用耳機或指發訊息 但故障的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 你是不是無法更新? 製造商每年都會推出全新的設計和新功能 會發生這種狀況是因為製造商認為舊手機 已經不再需要進行安全更新 而所謂的舊手機指的是超過5年以上的手機 哇,沒有安全更新的話 你的手機將會曝露在風險之中 你是不是沒有辦法安裝新的系統呢? 這可能與電池在安裝過程中把電量耗盡、斷電 或軟體故障有關 但也可能是因為你的硬體太舊 以至於無法負荷新的系統 而32位元處理器的手機 也無法安裝64位元的系統 你的VR APP不能用嗎? 你可以嘗試在手機上安裝VR APP或遊戲 來測試手機記憶體和內建圖形處理器的功能 如果APP順利安裝 代表手機的狀況很好 如果安裝成功你卻無法執行的話 那就表示你的手機並不支援最新的技術 購買手機配件是不是更像在尋寶? 你總是找不到適合手機型號的螢幕保護貼 你只能在兩種難看的手機殼間選擇 而車用手機架 不是大到放不下手機就是太貴 維修費用有時候也是貴到嚇人 你的手機網路慢到讓你想哭嗎? 4G比3G還要快10倍 舊款的手機並無法使用4G連線 如果你必須使用Wi-Fi 才能下載APP或是得暫停影片來等待緩衝時間 那我想是時候要換手機囉 用了Wi-Fi也沒有比較快 新硬體加上新軟體才能發揮最大的效益 只需要幾秒鐘就能載入網頁 因此即使使用的是相同的Wi-Fi 新的手機也總是比較快 你想要手機有10顆鏡頭 但它卻只有2到3顆嗎? 你會需要雷射對焦嗎? 你會使用到內建的全尺寸天象儀嗎? 好吧,請忽略最後三個問題 不過,如果你遇到某幾題的情況 我想你需要買一台新手機了 嘿,如果你今天學到了新東西 那麼請給這個影片點一個讚 並與朋友分享喔 這裡有一些很酷的影片 我想你也會喜歡的 你只要點擊左邊或右邊 持續鎖定量生活頻道